高雄的前市長韓國瑜昨天呢 幫同黨籍的參選人柯智恩站台 那這個站台呢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內容可以聚焦 比方說昨天韓國瑜呢 就喊出了買一送三 好 這樣子的一個口號 好 這個一指的是什麼呢 一就是票投柯智恩市長這一票 那三是什麼呢 他就列舉了三項 包含呢 李四川 在接下來如果柯智恩真的當選的話 李四川去當副手 另外呢 現任的市長陳其邁 去接行政院長 最後呢 他提到的這一點尤其關鍵 高雄的農產品我去賣 這個我 指的是韓國瑜自己 好 不過針對呢 這個馬一送三呢 柯智恩的回應是 這其實就是韓式幽默嘛 大家都高升嘛 但是呢 陳其邁呢 對此就說了 這韓式幽默真的只能說愛開玩笑 因為呢 光產業層面 在2018年的時候呢 韓國瑜當時剛就任高雄市長 整個在高雄的農林漁墓的總產值 375.87億元 但是隔一年 韓國瑜呢 投入總統大選之後呢 整個產值359.85億元 整個蒸發了16億元之多 那是一直呢 到陳其邁2020市長補選 接任之後 整個產值才回升到了364.1億 而且呢 在隔年還突破新高 通過 而且MING 最新的約空記 而解決決環境